小国家Ima Candy 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 这个能带来慰藉以及喜悦的香草 金盏花 何来种植这个安全有机无毒的金盏花 年复一年 到底有哪些营养成分 哪些功效 像这样子的金盏花 又如何来食用 有一些什么好处呢 它不只可以泡茶 可以做料理呢 它可以如何应用 让全家人享受芳疗香草的慢生活 享受生活的美好 这就是金盏花的种植 像月牙般一样 非常奇特的种植 撒下种植呢 你看看这个植叶已经展开 要展开了 它的种植还在上面 那这就是开始生长出来的小苗 这样子的算有一点耐寒的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是喜欢日照充足的地方 那它的土壤要有一些肥沃 那我自己的方式通常都是在种之前呢 做了堆肥 那它喜欢有一点肥沃的土壤 而且呢 要保湿排水性良好 那这样子的金盏花呢 一年可以收获两次 也就是呢 你可以在春天的时候播种 也可以在这个季节 也就是秋天的时候播种 你就会有好收获 根据临床研究发现啊 金盏花的萃取物啊 可以舒缓皮肤的不适啊 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实际制作金盏花舒缓霜的过程 我们使用的是我自己做的金盏花的浸泡油 以及萃取的茶树存入啊 那在制作之前呢 我会用酒精呢 也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器具呢 全部做全面的消毒啊 消毒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制作啊 我今天用的非常简单快速的方法 也就是先做好的这个金盏花浸泡油 因为金盏花其实里面含的维生素AVCR 钢化能力都很好啊 对于这个皮肤呢 不只有紧实的作用 而且有修复的功能啊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金盏花油呢 倒到这个凉杯里头来 然后这个是自家萃取的啊 就是自己有种植的茶树啊 萃取的茶树存入啊 你看看晃动的镜面呢 就是茶树精油啊 那这样子的茶树存入里头 含有茶树的这个精华啊 那我用了50cc的这个茶树存入啊 然后这个就是橄榄乳化蜡 橄榄乳化蜡 这个就是让油水呢 能够混合均匀 这样子就会变成很快速的变成乳霜啊 就是我们的金盏花乳霜啊 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金盏花的浸泡油啊 其实金盏花呢 有这种消炎镇定啊 保湿的这些功能啊 那茶树存入呢 这茶树呢也有抗菌的功能啊 所以这样子的做出来的乳霜呢 对于这个湿疹啊 尿布疹都有一些功能 这也就是我年来都会制作的 这个金盏花的乳霜啊 不管在教学 或是自己生活上的运用呢 都可以用得到啊 像这样乳霜啊 它不只有消炎的效果 而且可以抗菌的这种药膏来使用啊 所以我今年实际上应用在自己家人身上 感受到它的一些功能以及功效啊 那我自己就使用在这个膝盖呢 觉得有微微的卡卡紧紧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的涂抹啊 涂抹了以后呢 就用热服 它也达到了一些效果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乳霜很值得来制作啊 像这样子的天然有机的种植运用 你是否也有跟我一样的方式呢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在留言处跟我分享你的经验 我们共同来学习成长 好啦 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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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